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更可能推出多种色彩 但由于金框版的Google Glass 右侧的镜角比较短 不加装萤幕和镜头 就难以单独佩戴 纽约时报报导 Google已经和美国势力健康 保险公司VSP谈好了合作 一旦美国用户选配有度数的Google Glass 可以获得保险给付 不过金框版的Google Glass身价高贵 金框售价225美金 再加上售价1500元美金的机体 也就是说整付就压价超过 5万2000元台币 还不包括镜片 虽然Google已经渐渐放宽购买条件 不过能否将穿戴式装置 由科技迷的族群拓展到普罗大众 人代市场考验 C信物的全民众报导 好刚刚看到那个眼镜非常炫 这外形看起来真的跟 激进战警的科幻情节 如出一彻 不过这个眼镜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今天请来了专家 也独家带来了Google Glass 来请教一下科技公司的行销总监 Jim 你好 主播观众大家好 另外又是3C科技达人Tommy Tommy哥你好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Tommy哥 Tommy哥你刚刚有看到那个吗 广告中那个我们的影片当中 那支是不是很厉害 是啊真的很厉害 我刚刚也试戴过一次 他整个就把那个 所有的影像投射在你的眼睛前面的感觉 真的很酷 多酷呢 你会不会觉得说戴起来好像觉得 有点卡卡的 或者是说哇 这就是科技 应该是说他可以帮你 免除那个低头 然后你脖子酸痛的那个 那个未来的那个 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都低头组织往下这样看 可是我们如果有Google 你可以把直接萤幕投射在你的 你的镜片那边 你就可以往上看 往下看 往左看 往右看 所以到处看都OK 对到处看都OK 哇变得很方便了 对不对 不过Tommy讲的好像真的蛮期待的 真的Google眼镜戴起来怎么样呢 Gin赶快出来示范给大家看 让大家好好认识一下 这一支眼镜到底有独特之处 我们先来认识他一下好了 因为看起来好像 大家不是很了解 只看得出好像这个是什么 一个金属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它的显示器 就像是微头影 它可以把 就是这小小镜片呢 你戴上眼镜就像在看25寸的萤幕的意思 25寸的萤幕 哇就在眼前的感觉了 所以这边这个透明这一块 就是微头影 是萤幕嘛 对 微头影 是微头影出来 你可以看到 那其他的地方又是什么 像这边的话呢 它是有500万像素的一个相机 720P的一个 Video的一个 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 是的 镜头嘛 没错 是 那其他地方呢 其他地方的话呢 这往下 往后面看的话呢 它是一个 这边是电池 然后里面的话呢 是有叫古船的一个 喇叭 你可以呢 就是呢 在非常吵杂的时候呢 对它下指令 或者说呢 是听到它的一个播放的音乐声音 所以它的声音 并不是透过我们的耳朵 是 而是鼓传导 哇 很厉害耶 是 那还有其他地方 比如说开关 电源键啊 或是其他的按键 是 它要开关的话呢 它在里面有按键 嗯 就直接按一下呢 就可以开 然后长按三秒呢 就是关 有一个圆圆的按键 就是开关键 对 那整片的话它是钛金属的 嗯哼 所以你可以戴在身上的话 戴在你脸上的话就非常的 fitting的脸型 好 我们大概了解了 这个Google Glass 它的一些构造 对不对 开关在哪里嘛 对不对 围头影还有这个镜头 对 可是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如果我简单 我只想要记录一下一个瞬间 感动的瞬间 我需要拍个照 它可以搬到吗 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呢 虽然手机充斥 你可以马上呢 把手机拿下来拍照 但是你算一算呢 大概要两秒钟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你像平常戴眼镜的话 你只要下一个指令 command的话呢 是 再一个什么指令 你就可以直接呢 做一个拍照 或就是 Record Video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哼 例如像我要拍什么照 我现在也是 我们来配对一下好了 好的 我看他这很炫的 这蓝色的 超炫的 是 对 如果你要拍我的话 我在你面前 对不对 我这样出现的话 哇 你觉得说 这女孩 看起来还蛮时尚的 take a picture 哇 立刻可以拍 它现在在拍了吗 可以看一下大画面 诶 真的诶 来来 看这边 这边非常接近的一个镜头 它随时都可以拍照 对不对 如果你要再拍一张的话 ok glass 就下个指令给他 ok glass ok glass take a picture 哇拍照了 哇 马上就可以看出我 而且呢 就拍照了 我们只要这样子哦 你就可能往前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人 然后你就要拍他 是的 对不对 但拍照还不过瘾啊 如果说 家里有宝宝的 本来不会走路的 那个瞬间 我要录影呢 突然他站起来 然后开始奔跑了 哇 可以搬到吗 带上这个地方之后呢 你可以捕捉瞬间 你只要讲 ok glass record video 所以它可以录多久 它可以录多长 我现在一直动的动作都OK D4是10秒 但是呢 你可以无限延长 因为它会把它上传到 google plus里面去 哦 所以有这个 等于说有一个储存空间 可以让它上传上去就对了 对对对 但是一小段的影片 就是10秒钟了 然后你可以share到Facebook或说google plus 给你所有人 比如说你小朋友第一次会走路的话 你可以share给你好朋友 在第一时间 还不用呢 再用手机 然后按Facebook 然后再上传 那share给别人 不需要的 不过我有问题哦 它可以拍照 没有问题嘛 这个眼镜很厉害 可以录影也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拍照的画素怎么样呢 我录影的品质又如何 哦 它其实呢 刚才有介绍过嘛 它拍照是 无法案像素的一个solution 嗯哼 然后基本上你就可以拍出来 就可以洗成目前的5x7啊 或者说3x4都没问题 是 然后video的话720p 目前的话就属于 叫做HD的 的一个Hirus Defendation 可是会不会很耗电 会不会我说 我这样子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电了 会吗 它可以带进一整天的 哇 可以带进一整天 是的 是的 哇 还蛮厉害的哦 好的啊 应该有稍稍了解 刚刚俊也帮我们介绍了 这只是其中两个功能 一个是拍照 另外一个是录影 好 Tommy哥在旁边 感觉有点虎视眈眈眈 要跟我抢眼镜的感觉 Tommy哥你刚才觉得啦 我们刚才小秀了 小四身手 光是拍照 光是录影 这个情况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光这两个 其实它的卖点就很够 卖点就很够了 对因为光你看那个声控拍照 光这个带这个 我刚才跟他讲说 带着去夜店的话 他说他们之前怕被 太突出 不怕被关照这样 对啊 因为这就是 很容易被分辨出来 你带就是一个 跟一般眼睛不一样的东西了 对 所以我刚才说 带着去夜店 一定是肯定又是把 梅里心静在说 OK Glass take a picture of this girl 啾啾啾 啾啾啾 它就拍给你了 对 我觉得这是非非非 光这一点 其实它的价值就很高了 可是大家很好奇说 为什么当初 会有这个Google Glass的研发 为什么会有这个idea呢 我不是用手机 用相机拍照 就拍得好好的啊 为什么要这个 因为当初Google人也是 就是像我们刚刚有刚才讲的说 他发觉到说 走在街上 每一个人都低头这样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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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就盯着荧幕 对 就发觉了 这些人应该都错失了 世界上一些很美好的事物 你低头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正妹 从你正前方走过去 结果你就错过他了 就错过了 对 你看你如果现在有Google Glass 他们如果研发出来的话 你看 左边可以看正妹 右边还可以录影 然后才跟他讲说拍个照 哇 你看这多好 那你也可以同時你在你的智慧生活裡面 你不會迷失掉你的其他的東西 而不是低著頭往下看 如果這個東西真的它到時候量產化 而且價格到一定的程度 我自己一定會買一個 所以你一定會買 你很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 好 我另外來問一下Jim 你自己常常使用嘛對不對 你覺得說它的什麼樣的功能 可能讓你使用的時候 你覺得說還蠻炫的喔 可是也是那個功能 可能會旁邊的人覺得說你怪怪的 怎麼自己好像一直在自言自語的感覺 是不是 對 因為它就是像Tommy所說的 它不需要雙手 所以它需要去用講話 對 還有就是你也需要頭左右擺動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像坐捷運的時候 旁邊都會側目你說你到底在幹嘛 你是在跟我講話嗎 在搭訕好了嗎 其實沒有 我是在有跟我的新女朋友 哇 你是在跟你的眼鏡講話 是 但是我是偷拍對面的女孩子 這樣子 好 就像我們之前 其實有測試過一段影片 就是我在玩遊戲啦 也是一堆這個網友在回我說 你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要一直自言自語 一直對著這個眼鏡講話 是 對 好像常常會被人家誤會對不對 對 沒錯沒錯 那因為它太新了 所以呢 還有我們就是另外一個同事呢 他就是呢 可能平常就是穿得比較像工程師 對 然後走到捷運的時候呢 旁邊的媽媽就說 喔 你好可憐喔 為什麼說他可憐 因為盯著螢幕看 看到說要戴視力矯正器 所以媽媽覺得說這是視力矯正器 不是啦 媽媽這很fashion啦對不對 是的 是的 這是最新科技 沒錯沒錯 被人家誤會視力矯正器了 哇 他當場隔天就說 他應該心碎了 對 他隔天就說不戴了 他要轉賣 要轉賣 是是是 那還有其他例子嗎 有啊 像比如說我們經常去外面開會的時候 我們想要戴眼鏡去 就是因為他可以進入所有的事情嘛 所以我們坐在後座 既然司機呢 就問我說你要去哪裡 然後我們講完之後呢 車上就會自言自語 然後我們就講到地點說 然後就會反而白眼說 你到底去哪裡 可不可以講清楚 我說不好意思 我在操作這東西 不好意思 我在跟我的眼鏡講話 我的心理女朋友講話 哇 這既然這事情應該蠻火大的 你坐上我的車不跟我講話 不跟我報地址 對 對 反而一直在玩你的眼鏡 而且自言自語看起來有點傻傻的對不對 對 沒錯 好像真的是蠻常遇到這些烏龍的狀況 不過Tommy哥 你剛剛也看到了 我們這個很厲害 一直跟眼鏡講話 他就可以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你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在捷運上好了 我們兩個就這樣相遇了 你看到我這樣戴著眼鏡 然後我一直在看著你 我就這樣一直看著你 你會不會有點害怕 會 非常害怕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會撞傻人的 因為就在Google Glass來說 因為現在我們就所知 他的那個孔他本身就是有一個錄影 跟照相的效果 對 那如果說我 我就一直看著你 在看著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錄影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照我 那如果說你那個美女就算了 如果說萬一是一個 呃 不是這麼好看的人 看我會怕怕你 如果廖阿輝在一直看著你 你會不會嚇到 會 會一定嚇到 嚇死我 對啊 所以說這一點是 可能我覺得是Google Glass 未來要普及化 一個要克服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點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克服 廖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錄影 到底有沒有拍照這一點 那其實大家看到 戴著Google Glass的人可能 也許我們 我出去要戴個面具 你戴Google Glass 我就戴個面具 喔 現在哪些地方 可能比較有爭議 比較不適合戴這個Google眼鏡 我覺得是公共廠的 都會蠻有爭議的 那美國現在是 在電影院 他就禁止你戴進去 因為可能會有 一些著作權的問題 或是說 怕會偷錄對不對 會偷錄 你在看電影的同時 可能也許可以 同時同步到你的朋友 你在看 然後你家裡人 就這樣一張票五個人看 這樣一張票五個人看 那可能我覺得 開車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一些問題 安全性的考量 對 因為你會分 會有分心到的這些問題 好 Tommy現在有蠻多疑問的 因為不知道 這公共場合 到底未來可不可以 真的帶這個Google Glass進去嗎 不過Gin 真的有著所謂 隱私權的問題了嗎 喔 是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看好了 其實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因為他新東西 對 那各位知道說法令呢 往往是跟不上 時代的科技 那我回到就是隱私權的話呢 Tommy剛才所提到的部分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對 因為如果你要做 剛才講一件事情的話 第一個 他一定要跟你的女朋友講話 就是你第一開始 你要講OKGlass 所以你用他有沒有 一直在講話 一直在下指令 就可以分辨了 你看一下 就螢幕上就會亮起來 就知道說呢 有沒有人在 透露你 所以透明哥 你不用擔心 如果今天他有亮起來的話 你就可以把手遮起來 不要讓你拍 好 我只怕半夜 按手的時候 看到我更怕 看到更怕 一個亮亮的有沒有 貓眼 然後一個在那邊 OKGlass OKVideo 好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現在螢幕上 就是剛剛那個螢幕 有亮起來 就是第二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你要用語音控制 第二個 螢幕亮起來表示 他正在使用 所以你可能要多加注意 Tommy哥 這樣不就不用害怕對不對 對 這樣比較不用害怕 比較不用 可以辨識一下說 他到底有沒有在頭拍 到底有沒有 正在使用這個Google Glass 不過呢 我們剛剛只試了兩個功能 Gym趕快出來一下吧 我們繼續來試試看 接下來還有哪些 比較厲害的地方 因為表示說 我用這個的話 我不想要低頭 因為現在低頭族 除了上網之外 他們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用這個手機 或是平板電腦來看影片 如果我想要用這個Google Glass 也可以辦到嗎 他可以看影片嗎 沒問題的 也是可以喔 是的 這麼厲害 那我來 來秀一下 來秀一下 我們需要等一下下一些指令對不對 是 我把它叫起來 等一下喔 好 他現在在睡覺喔 OK Glass David 三立新聞 我覺得可能網路 或是還是在測試階段 所以他可能在有一些 運作的時候 還是會慢了一點 因為他是完全聯網的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 是要等他真的成熟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是 我們才有辦法每一個都在用 搜尋到目前我們 好厲害喔 你看看 科技新聞線被他收到了 是的 這時候我們就 點進真的很厲害 所以可以Play它 可以的 我們現在在Play它 好 先在這個GIM裡面喔 這個螢幕呢 就是我們現在投影出來的 因為它是走3G網路 所以我們期待 4G網路上之後 會讓它更順 對 4G趕快開通吧 你看看3G真的有夠慢了對不對 慢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喔 現在看到它已經開始在跑了啦 可是什麼時候跑出來 可能要真的要看4G 搞不好4G出來 它立刻就顯像 來 馬上看到 螢幕上已經出現 我們科技新聞線 但受限網路的關係 所以它可能會有點Lag的關係 沒錯 好 在這個可以看這個影片 可以看網路上面的一些這個影片喔 連續巨雷 如果我說 我要一直這樣聯網 看也是很麻煩 我可以直接把它存起來 回家慢慢看嗎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的 但是目前的話 我們覺得就是 因為它是做Streaming的方式 所以你都可以做Live的 那要存在Local也可以 沒問題的 是 所以都可以嗎 它是有記憶體的 是的 可以存起來 對 或是存到雲端都OK 是的 我們看到了這個視訊真的還蠻厲害 你看看喔 這個已經有影片出來了 這完全都是Google眼鏡 現在正在螢幕裡面 顯出來的一個這個顯像 但是它有其他功能吧 它還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打電話給Tommy 辦得到嗎 可以的 也可以 是的 也太神奇了 它怎麼做 呃 我需要把這個螢幕先推出來 好 我們先把這個螢幕關掉 一次不能夠一心二利用 趕快把它退掉之後呢 看看待會 Tommy會不會接電話 因為我覺得台灣那個4G 網路實在是開放太慢了 你看美國 你看美國用這個Google Glass 如果沒有4G再配合 用得好順耶 美國 真的會笨到極致 真的會笨到極致 沒有4G的網路再支援 真的是會笨到極致 真的 好真的耶 網路真的好重要喔 如果網路真的很順的話 它可以用得很順 除了剛剛測試的之外 我還有其他的一些新功能嗎 沒錯 它還可以做導航 導航喔 是的 哇 所以你可以叫它導航 帶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是 那如果說 我現在想要這個興起 聽個音樂可以嗎 沒問題的 你可以直接下指令 叫要播音樂 可是我看它沒有耳機啊 是 它就是 它怎麼傳導 剛才有稍早有介紹過 就是鼓傳導 是 它這邊這樣就可以呢 直接在播放 你就可以聽清楚 播放音樂 它有震動的一個感覺 所以它鼓傳導是這一塊對不對 我被頭髮擋住了 其實在後面 沒錯 它會貼著你的這個 等於說是骨頭嗎 頭骨嗎 你的神經 聽鼓神經嗎 它是直接用神經傳到 你的聽覺神經裡面去的 真的聽起來很厲害 這Google眼鏡 幾乎已經可以取代手機 所有的一個功能了 平板手機都可以取代 對 平板手機都可以取代了 好 除了這眼鏡 有些人會說 這樣戴起來很時尚 可是有些人的審美觀不太一樣 就會說 好的 戴個眼鏡幹嘛 會不會 好像帥的沒有這麼帥了 美麗的好像也有點打折扣 但是呢 如果是手錶的話 你應該可以接受吧 其實手錶 也可以有這些功能喔 到底是怎麼樣的取代方法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